這一場林屋政策說明會上百農民參與 他們表達祖先早期擠在山區開墾 世代耕種 政府卻將土地劃歸國有 要求農民須以規定向政府訂立足約 讓農民無法維持原有生活 朋友起吃看廟公的意味 希望能緩帝漁民 最終的目標是緩帝漁民 土地還定式 他們的土地以前為了怎樣 大家做事很辛苦 以前日本的台下要招募路 才來美的山頂 那時候委後 委三加美的台 一些百分都美的山頂來 沒有國民黨就有這些土地 這些土地上的 這些人民的 不是國民黨帶來 你不能說國民黨的包袱 這個土地是我們國民黨的 這是一種包袱 那些煩惱不熟 這真是意義 這個過去 它有日本時代就有前傳 有的是清朝時代有前傳 你這些有錢壯的人 你不應該算是國有財產局的 你這個就是要還第一名 你就應該還給他們 然後你過去跟人家收的租金 要以現在的這個比例 的那個物價指數的比例 你要返還給人民 這樣才是轉型正義啊 黃第一名不是林務局的權責 人民說的是說他日據時期就已經佔有這個連地 這個是屬於內政部的權責 黃第一名必須你在日據時期曾經有足以證明是你的地了以後才能夠按照土地的法規來取得 那這一部分是內政部的權責 不是我們林務局管理地用的權責 但是人民既然反應我們會把這部分意見轉給內政部做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而依照國有財產法規定民眾於82年7月21日前已經實際使用國有土地 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及願意絞清例年使用補償金者 地上建物即歸農民所有 依森林法的水土保持與租地造林原則 農民在可耕地上將用地的30%進行造林 即可順利獲得續約 在82年7月21日以前 如果你已經是這樣的一個暫準見地 目前就是在辦的黨中 後面在武宮這些土地就是要用國產署 以後就不受林務局相關的這些東西來做處理 所以大家有很多這些問題在82年7月21 如果這樣辦之後 應該有很多 我本來在你縮白或是站在他們 站在執法人的工作 你大家覺得睡覺的 有可能這些東西有很多人的改館 都可以解決 農委會副主委當場指示在場 林務局官員針對有瑕疵或有疑慮的個案 需召集相關單位再進行會刊 而法令不足之處需再進行修法 讓民眾有一個安心的家園 數位天空新聞三峽報導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非常的便宜 你好